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 苏寻 苏氏 苏哲 这三个人怎么做到的呢 除了我们上一期讲到的苏家的家风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三个男人背后 站着同样一个女人 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女人 她就是苏寻的妻子 苏氏和苏哲的母亲 成夫人 如果你今天去四川眉山 就会发现有四大主级公园 苏氏 苏哲 苏寻三个人各一个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成夫人 而且你看很有意思啊 人们叫她成夫人 而不叫苏夫人 她就一定证明了 即便在那个封建的年代里面 她也有着能够超乎她丈夫的 能独立被人铭记和赞颂的品质 成夫人其实家境很好 她是眉山巨妇大理寺城 成文颖的女儿 18岁嫁给了苏寻 当时成家很富有 苏家呢 就一般 至于他们怎么看上的 坦白讲呢 我找了很多的资料 也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记载 但是我猜啊 就是苏家一定在当地 非常有名望和影响力 要不然你看按照司马光木志明写的 这个成家那么富有 而苏家极贫 成家为什么愿意 把女儿嫁给一个极贫的苏家呢 那就证明了一定有比财富 更被人看中的东西 那就是名望和影响力 成夫人嫁过来之后呢 就是当时大家都觉得说 那那个富家小姐会不会很傲慢 就观察她 发现她既没有傲慢 也没有埋怨 她甘心跟着苏家过苦日子 有人就劝她啊 说你家这么有钱 凭借你爸妈对你的这个疼爱 如果你开口向他们求助 他们不会不答应的 为什么你就甘心跟着苏家过苦日子呢 你看成夫人怎么说 她说是的 如果我去找我的父母请求 的确他们不会不答应 但我不想让人觉得 我丈夫是一个向别人求取财物 来养活妻儿的人 哇 这就跟卓文君完全不一样的境界了 你还记得卓文君跟司马向如结婚了以后 两个人也是穷的叮当响 他们怎么做的呢 开一家酒店 然后卓文君当街卖酒 司马向如穿着大裤衩 在跑腿洗碗 而且大张旗鼓的让人知道 卓文君的那个土豪爹 最后脸上挂不住了 只好分给他们家奴一百人钱一百万 还有嫁装一大堆 让他们实现了一夜暴富的愿望 所以你看这相比之下 成夫人是不是就显得要独立很多 他一辈子没从家里拿过钱 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这对小夫妻怎么过生活呢 可你会觉得说 那就靠老公努力呗 但倒霉的是 成夫人遇到的这个老公苏巡 在那个时候可真的是个废柴青年 我们来看看苏巡的简历 7岁开始读书 学习断具和做诗文 还没学会直接放弃 18岁以前少年旅行博主 拿着老爹给的钱 到处旅游和交朋友 18岁娶老婆就是成夫人 19岁成夫人生了个女儿 这个时候苏巡还是吊儿郎当 21岁成夫人生了大儿子 苏巡继续吊儿郎当 23岁苏巡的母亲病故 苏巡还在吊儿郎当 25岁成夫人生了第二个女儿 苏巡这个时候开始有点想要读书的感觉 26岁成夫人又生了一个女儿 27岁成夫人又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苏巡 也是这一年苏巡第一次参加乡士考举人 然后就落榜了 痛字忏悔 拿到自己的旧座一看 天哪 我现在都是什么呀 然后一把火烧掉 然后最后决定要立志 闭门谢客 好好读书 这个时候你肯定要鼓掌啊 哇苏巡终于开化了 成夫人终于苦尽甘来了吧 但是你看司马光给他写的那个木志明 苏巡慷慨激昂的跟成夫人说 老婆我决定了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可以发愤读书的 我决定要花好几年去读书了 可是我去读书没人养家怎么办呢 我的天哪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 两个人结婚十年 然后我从嫁过来你们家第一天就没有过过好日子 我放弃了我的富家生活 为你操持家务 为你生了一堆孩子 然后你啥也不用干 每一个正经公民也不好好读书 十年之后你终于幡然醒悟跟我说你要好好读书了 然后没人养家问我怎么办 要我肯定会说滚 可是你看成夫人怎么讲 第一 我很早就想说这个事了 只是不想让你认为你是因为我才去求学的 第二句 你如果有志向 那就让我来养家吧 我觉得这两句话里面有太大的智慧和力量 你想要是平常夫妻一般怎么会怎么样 你怎么还不怎么怎么怎么样 你怎么不为了我怎么怎么样 就算是为了这个家你也应该怎么怎么样 但是成夫人完全没有 他说的是我要等你开口 其实我很早就想跟你讲 但是我不希望你是因为我 你才要去读书的 我希望的是你自己愿意 说到这里你会觉得说这个女人太隐忍 太软弱也太傻了吧 可是你看哦 苏巡的爸爸就是苏续老爷子 居然也是这样的 欧阳修在苏巡慕之名里面专门讲到了这个事 他说苏巡即便到了壮年都不好好读书 乡里人都看不下去了 但他父亲怎么样呢 纵而不问 我们上一期讲到了苏东坡的家风 也讲到了苏续老爷子 就很多人就问他 但是苏续老爷子却说的是 他还是一个需要让人担心他不学习的人吗 我相信无论是苏老爷子还是成夫人 他们一定是看到了苏巡那个吊儿郎当的背后 那个性格的底色 那个宏大的志向 他们肯定是相信这个完食在经过魔力之后 是可以成为宝玉的 所以他们愿意花时间等待 愿意给他巨大的空间让他成长 我感觉成夫人对于苏巡的这个接纳 是全然的接纳 即便你到这个时候才幡然醒悟 说你要好好读书 我都愿意全心全意的支持你 没有人来养家 我来养 而且这个女人绝对不弱 也绝对不傻 你看没过几年 人家居然靠做生意 成为了一个富裕的家庭 这等女子真的是天下难找吗 而且过了几年 苏巡终于成为了大儒 她又开始去当她的旅行博主 到处去结交大V了 成夫人就在家里面承担起了 交子读书的责任 没有任何怨言 而且她还经常跟苏氏和苏哲两兄弟说 她说你们读书 千万不要效仿同辈人 只觉得自己是一个读书人 她经常拿一些有民节 有节气的这个古人来勉励他们 有一次呢 她就跟兄弟俩读这个范胖传 范胖是谁呢 是东汉末年的一个为人特别正直的人 她为百姓谋福利 但是不幸被卷进了东汉末年的党故之祸里 被人诬陷致死 临行前她去跟她自己的母亲告别 她说 儿子今天要离开您了 希望您老人家不要过于悲伤 范胖的母亲擦干眼泪说 人都是要死的 名誉和长寿二者不一定能兼得 你今天选择了名誉 获得了一个好名声 我还有什么好悲伤的呢 程夫人说完这个故事 和尚书本不禁凯然叹息 这个时候小苏东坡问了她母亲一句话 她说 母亲 我想做范胖那样的人 可以吗 程夫人说 如果你能做范胖那样的人 那为什么我就不能做范胖母亲那样的人呢 一个侠肝义胆 有气量 有心胸 也有承载力的母亲 关于程夫人怎么教育孩子的 其实还是有一些文章 比如苏东坡就写过一些文章 像 记忆先夫人不发肃脏 记忆先夫人不惨鸟雀 等等等等 他讲的是程夫人如何通过生活中的小事 潜移默化的来教育子女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拿来看一下 所以我老是觉得 其实对苏东坡的性格起到巨大作用的 如果我们放到原生家庭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可能不是她的父亲 而是她的母亲 但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又会很担心 大家会觉得说 你看像程夫人这样 实大体名大义的女人 简直是不可能有了 或者会觉得说 那你给我来一个童话儿子 再给我来一个有钱力股的老公 我也能活成程夫人那样 但是我们去深究 三苏为什么能够成为三苏 除了他们有很好的家风 他本身又有很聪慧的头脑以外 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三个男人的背后 站着一个极有承载力的女人 这个女人从来不想 凭什么就该我承受那么多 也从来不说 你为什么不能为了我怎么怎么样 她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承托 承托她的丈夫 她的孩子 她的家 我们今天讲的女性独立 的确会有一种方向 就是说 女人要有事业 要变强 甚至要比男人还强 我觉得这是一种刚性的力量 特别好 但是也许还会有另外一种方向 就是有人会选择做那个柔软的力量 那个承托的力量 就像土壤承托大树一样 它源源不断地给予大树生长的动力 和向上的这个养分 即便她并不站在台前 即便她并不如大树耀眼 但是人们依然会忍不住赞叹 除了赞叹大树伟岸的身躯 也赞叹她坚持的位置 和脚下的土地 我想这才是成夫人 之所以叫成夫人 而不叫苏夫人的缘故吧 关注我 用艺术让生活美好一点